随着经济的发展,私家车的普及,现在想学车的人越来越多,一般人学开车都会选择C1或C2驾照,其中C1驾照要学手动挡的车,比起只学自动挡车的C2驾照,难度要大一点,可是最终选择考取C1驾照的人却要比C2的要多很多,这是为什么呢?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,其实有一个回答可以完美解释,简单来说C1能驾驶手动挡车型,也能驾驶自动挡车型,会不会开另当别轮,反正能开,而C2驾驶证只能驾驶自动挡车型,不能驾驶手动挡车型,假如一不小心错驾与准驾车型不服的车辆,或者好奇心小型心理破碎,小编只能默默给你88分赞,剩下12分交紧叔叔, 亲自交给你,其实上面所说的是我们主观原因,还有一个客观原因,就是考C2的价格会比C1的要贵,至于贵多少,这得看驾校了,每个地方的富裕程度不同,自然收取也不同,而且你去驾校报考,如果你没有明确说明,都是默认你是报考C1的,为什么呢? 难道驾校不想收多一点学费吗?驾驶自动挡的汽车来练习,损耗程度是十分严重的,而且自动挡车的维修费会比手挡的要贵,这样的取舍驾校也是会比较的,所以很多驾校都不支持学员报考C2, 毕竟C会更少成本,不过还有一个最简单原因,如今车技发展迅速,汽车行业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,自动挡车已成为主流,毕竟自动挡车操作方便, 有的车主前还手动挡的车子太累,就想开轻松的自动挡车型,自动挡对于大多数的新手来说,是更适合的,因为可以更快地上手,操作没有手动挡复杂,所以很多新手车主的首选,是自动挡也是一种趋势。 最后小编总结起来不外乎这三个原因,就拿个人原因来说吧,特别是对于男生来说,90%以上的男生都会选择报考C1驾照,除了有驾驶乐趣外,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,数据得对电话,男生如果考C2驾照,就有点像两刃枪的感觉,C2驾照都是女生的分数。